馬路上事故還要來看到在臺中有吊車跟收旅車發生車禍意外 當時吊車的前端直接插進車子裡面 但是幸好無人受傷 直播這輛百萬收旅車被形容是路上頭等艙 如今這一狀代價恐怕不小 黑色收旅車行進路口 一台吊車也正在執行 長長的吊臂直直撞上去 把收旅車都頂到一位 吊車前端突出來的部分 就像是叉子一樣 插破車門玻璃 插進車內 車禍發生在臺中北屯陳平路跟陳平路117巷口 路口沒有紅綠燈 當地居民說很多人常搶快 不停車 查看來車 容易除車禍 雙方駕駛都是因為在路口 為注意左右方的其他車輛 才會發生碰撞 警方到場的時候 雙方都只有駕駛在場 那詢問雙方的駕駛人都均稱說 他們沒有載人也沒有人員受傷 雙方駕駛都沒有酒駕 但這台黑色休旅車 有路上頭等艙的稱號 新車要價三百多萬 搶快趙氏 左後車門全毀 維修帳單費用恐怕會讓人嚇破膽 而趙氏責任誰比較重 警方還要再釐清 藉張哲瑋 彭博宣 台中報導